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有一个女业主给咱们物业打电话 说这个高铁从他们家这边一过 他家地板就颤 说要求咱们物业给他们装一个隔音板 我一想这个事咱们得实际考察一下 我就去他们家了 他一个人在家 我一进去我一看没啥事 完了他跟我说 他说你别着急 你趴地板上 你等一下火车 火车来了你感受一下 我就听他的 我就趴在地板上 我就等火车 火车没等来 把他老公等来 他老公一进门就问我 干啥呢 我说 我趴地板上等火车呢 你信吗 他不信 气人不气人 街坊邻居们你们信不信 不信 你能回答正确 我问了好几个人了 没一个人相信 这咋整 我回去咋跟我爱人交代 一家人我怎么说 哎呀 自求多福吧 家里边怎么这么安静 感觉不正常 我回来了 没一个人理我 这很正常 你是不是听到啥事了 听到了 啊 听到啥了 你没听到啥 你干啥拍桌子呢 哎呦这题 我都坐一下午了 气死我了 怎么就算了 怎么回事 哦 你在这做题呢 你吓你大姐夫一大跳 哎 你大姐夫问你点事呗 嗯 说 有个智力问答 你来回答我一下行不 嗯 说 来 你先把它放下啊 情况是这样的 就这个事啊 不是发生在咱们小区 明白不 哦 不是咱小区 哦 是隔壁一个小区发生的事 嗯 就是一个男业主回家以后吧 一进门 发现自己的媳妇呢 站在那 完了一个陌生男子呢 趴在地板上 完了这些男业主就问 你趴在干啥啊 呢 完了这个陌生男子说 我是物业 我趴在你家地板上等火车呢 你信吗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能毁了 他谁信呢 我是不信 完了 他也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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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米 啊 你在这干啥的 砸核桃的呗 不是你先别砸的 你看你大姐夫今天像啥 核桃 我说咱一天核桃没砸开了 气死我 哎哎哎哎哎哎 你先别砸的 来来来来 你把这胸器先放这 来 你坐这 干嘛 大哥我有点事问你 那个 有这么个事 咱搞个智力 问答啊 说吧 这事不是咱们小区 啊 不是咱小区啊 是隔壁一个小区 嗯 你干啥呢 晚上这个男的说 我是物业 我趴在你家地板上 等火车呢 你信吗 这事要看我身上啊 啊 拍了 打一天没打开 不是 二米 你这也太不像话了 这要是你自己家的人 你不问清楚 不了解清楚 你上来也就拍呀 看我们家人 大姐夫 啊 你说的不会是 咱们家前十分吧 他是不是又派你回家 先给我透罐来了 行啊 小土豆子 敢跟我玩 这处的事不 洗一碎 那个 二米啊 这事不是顺风风干的 大姐我给你 我俩解释了 跟你说要是 不是顺风 好好说 我别说哪事了 咱们小区乌业 不知道是谁啊 跑女业的主驾地板上趴着去了 哎呀 正好赶上人家老爷们回来 给毒里了 哎呦 问他你干啥呢 他说 趴地板上等火车呢 哎呀我的命运呢 他咋不说趴地板上等火箭呢 哎呀 等会呀 哎大姐呢 这好像跟你说 那个是一个事吧 对了大姐 我刚才逛顾乐乐 你不是说别的小区的吗 哎 啥别的小区的 我爱家爱红打听的 就在小区的 大姑父 你们物业也是的啊 啥人都招啊 这人不没脑的吗 小伙子 是 这人 这人是缺心眼神没脑子 我吃点核桃补补脑子 哎 他就是 来来来来 别乱了他坐着吃核桃吧 哎呀 大姐夫这个时候你吃什么核桃吃核桃呀 聊聊这事多有意思 来来来来 聊聊这事 聊聊这事 谁 哎 来 大姐哥 你说你物业就弄几个人 你说这人能是谁呢 哎 大姑 没脑子这人是谁呢 你管他是谁 哎是谁 我没有啥关系 大姐夫清楚干什么玩意 哎 哎 小北厉 嗯 你大姐夫吃核桃都不兔皮了 不是他吧 你上一边去 别胡说八道啊 大姐夫 干啥 那人能是你吗 小北厉 你说这话 你大姐夫就不耳机了 你这么傻的人 怎么能是你大姐夫呢 就胡说吗 就是 那肯定不能是我大姐夫 别瞎说 哎 但问题来了啊 这天 爬地板上 凉吗 不凉 啥子 他怕地板上能凉 就是有点吵 大姐夫 对不起 头头都吃多了 有点胀 我出去两个两个 刚到 哎 爸 你老冲我乐啥呀 我看见你不乐还哭啊 不是爸 你是不是听到啥事的 我还又听着吗 啥事我不知道啊 哎 爸 你听到那人是什么 你知道啊 谁呀 范爷爷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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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呀 这孩子 你今天来打电车是哪 哪凉快上哪待一会儿去 对 打听啥呀 瞎打听 哪凉快上哪待一会儿去 那边两个 我去待一会儿 哎 她就站住 那么不合球呢 这多么不容易 咱们一家人凑在一会儿聊聊这事 来爸 你坐中间 小米 你坐这 大姐夫 你也坐那 从现在开始 就让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子前 共同揭开那个趴在人家女业主地板上听火车来的老爷们的面沙 大宝宝 大胡子 我都把口撂下了 严着点真事行不行啊 刚才你过来 哎 我让你过来 过来了 不是我让你过来你老往门口上啥呀你要上哪啊 我那个二米不是要揭开面纱吗 我到屋檐给他求个面纱 哎呦 姓赵大 我给你没完姓赵大 哎哎哎大姐姐 你等着急了 哎大姐姐放趴那干啥 哎呀我起来赵刚刚 不起来 不起来 你咋的 你起来 我不起来我就不起来都咋的 你干什么玩意这是还让人活不 不就是说这个人是谁吗 我说实话吧这人就是我 你咋的 嗯 情况就是那样 他们家说一过火车地板就响 然后我就趴在那等 我等啊等啊火车没等来他老公等来了 就这么个情况 我就在那等火车呢 怎么的 你爱信不信 信呐 啊 信呐 你们怎么能信呐 这事弄得我自己都不信了 你刚才说的不是咱小君 你不说别的小君 你也没说是你呀 当我做题呢你 就是你早说是你我们不就早信了吗 就当我砸核桃 大姑父 我一猜就是你你 你扁不去 张大 明白了吧 你的为人大伙都了解 所以我们大伙都相信你 不但是我们家人 整个社区的街坊邻居 都信任敌 不信 不信 你能不能说 我和你你 forested 我和你别人 我去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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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 能这么做大姑父很欣慰 大姑父爱你 去吧 宣传去 把你爷的罗拿着 使劲敲 妥妥必须你又放心吧 给你大姑父赞神 我说实话 我今天有点激动 真的 我很激动 我觉得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工作 能够让大家信任你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骄傲 而且爸 我今天特别高兴 王小千平时这么不着调 都能够勇于出来帮我挣身 王小千太好了 我太听了 听听 街坊连你们 大家伙儿啊 别瞎猜了 他在女业主家地板上的一个男人呢 是我大姑赵刚子 我说没等来 把他家老爷们给等了喽 好像他这么说 别人听不明白 是 没听明白呀 让他家老爷们给堵里了